居民欠费十年 物业切断用水 你不收钱什么啥毛都没有 你要一收钱毛就出来了 他只要帮我弄我 今天弄我 明天就这样 小区充电困难 业主停车堵门 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话 我就不会堵门的 你们都不管的话 我以后见他一次我断他一次店 三所联动 化解居民与物业间的矛盾 详情请收看东方110 画面右侧 这名高个男子姓朱 负责这栋居民楼的物业工作已经十多年了 家住六楼的报警人老敏则一口咬定 要等彻底修复屋顶的漏水问题才肯交物业费 他只要帮我弄好 今天弄好 明天就这样 我到现在还是这句话 一个不解决问题就不交物业费 一个收不到物业费拒绝提供服务甚至切断水源 问题似乎走进了死循环 更棘手的是 房屋的维修基金因为种种原因被封冻无法使用 为此 家定官分局真心新村派出所启动了三所联动机制 准备化解居民与物业之间长达十年的矛盾 居民与物业之间的矛盾可能每个小区都会有 为此引发的各类纠纷也层出不穷 其中居民欠缴物业费以及对物业服务不满意 是比较集中的冲突点 如何动用维修基金也是争议的热点 家定区封装路旁的某居民楼 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双方各执一词 都觉得自己有道理 可是当民警调查后却发现 其中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 远远望去 这栋六层居民楼被夹在金户高速和封装茶城之间的狭长地带 周围出了一栋商业建筑 没有其他任何居民楼 比地理位置更特殊的是这栋楼的物业管理 因为开发商在交房后不久就宣告倒闭 开发商的物业公司也就不复存在 你要正常的小区 它起码有正规的物业公司 有经理 有工作人员 有居委 有业委会 还有街道里有相关的监管部门 它因为就单独的一个楼 它也没有业委会 那其他该有的东西都没有 物业就是一个人的物业 连物业公司都撑不上 朱经理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光感司令 他曾经负责开发商的物业维修 在开发商宣告倒闭后 便一个人接管了物业这堂活 因为以前我跟他们在汉坟公司 就有业务上联系 他们有些时候 比如说外面的修修布布 或者小的装修什么东西 就是给我做的 老板当时跟我也就闲聊的时候 你看能不能想办法 意思弄到房东维修什么都是你在做的 你弄个找个物业公司 你挂靠一下 这到时候就直接你来 你来那个 朱经理算了一笔账 整栋楼共有25户居民 总面积在3000平方米左右 按照当初核定的 每平方四毛五分钱的物业费标准 全年的物业费总共应收16200元 即便加上一些空置房屋 等物业产权的租赁收入 只能维持基本的运营 为了压缩成本 朱经理并没有成立新的物业公司 而是以个人身份继续为小区业主服务 这也为日后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因为质疑朱经理的物业负责人身份 以及服务水平 一些居民开始聚焦物业费 最长的老你家 一欠就是十年 十年收不到物业费的朱经理切断了老米家的水源 引来了邻居们的骚动 大家也纷纷指责朱经理的物业服务不到位 无法动用房屋的维修基金 则是朱经理服务不到位的最大痛点 因为开发商的倒闭 居民们已经缴纳的维修基金 并没有及时入账 居民也是交了一部分维修基金给开发商的 但是从账户里面来看 是开发商的维修基金是到位了 但是居民交的那部分钱是没有进入账户 所以他们又没有物业公司的前提下 他们的维修基金是被锁掉的 就是没有办法启用 维修基金的问题不解决 居民与物业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深 我们介入也是避免这些矛盾累积 到最后升级断水断电还是小市亭 如果最后吵起来打起来甚至造成伤害 那这个矛盾就激化了 三所联动机制讲究法理情并境 更讲究方式方法 在封庄社区深耕多年的社区民警焦燕 逐户走访25户居民 听取他们的诉求和意见 这个叫管针 管针渗水进到这里面也有可能 焦燕从劳民口中得知 其实朱经理已经垫资好几次 来维修屋顶渗水的问题 就是说你们这个事呢 是两件事 一个是你跟朱经理的物业纠纷的事情 一个是你们房屋漏水的事情 像你们房屋漏水这个事 我觉得凭他可能他没这个技术 也修不好 你不是说他修过几次了 效果也不是很好 我们这边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也不是说要怎么样 弄得怎么样 我们只要基本的生活 能够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 按说服务人家 其实很好说话的 老民许下了同意支付 物业费的承诺 三所联动的律师方 则告知朱经理 应当合理合法的 主张自己的权益 少说十几万修掉了 什么时候开始接手的 然后呢你服务了些什么内容 然后大致脑子里面 有些这个概念 大概花了多少钱什么的 就十块钱一个平方 你都把这个平方 一次也要等于四千块钱 你说年年做肯定是不现实的 如果一次 也最起码也就要缓他个几年吧 对吧 就这钱 当时都当时这些钱 都是我自己自己承担的 静下新来的矛盾双方 做进了三所联动的调解室 朱经理拿出了一个维修屋顶的折中方案 我再去弄钱 我肯定不愿意来的吧 我现在跟他们就是 你叫我出人工 我力所能及的 我可以给你们做免费的 材料要你们自己提供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是娇艳的作用名 也是三所联动机制的原动力 这件事情不解决 有可能后面还会有第二件 第三件 那他们的困难也确实存在 你不帮他们解决困难 他们确实也无路可走 这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一栋楼 那不是一家人 还是涉及到25户人家 那还是有一定的数量了 如何才能依法 合理的启用被封冻的维修基金 派出所 司法所 律师事务所 和街道居委都在一起想办法 因为是法治社会 我觉得从派出所这里一块也好 从法律律师的角度来好 把法先放在首位 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 因为有法了以后 我们再来讲谁该怎么做 我觉得这样子更合乎于 现在这个法治社会的一个前提 在专业律师的建议下 25户居民推选出了 五位居民代表 组成居民自治小组 房屋主管部门 以及有资质的物业管理公司 也参与进来 成为三所联动机制中 三加N调节体系的一员 为维修基金的合法启用 出谋划策 不管是作为民警 还是居委的副书记 我们还是想帮这部分居民 能够探索一条实际解决的路子吧 在真心新村派出所的 三所联动调节时 居民代表和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 做到了一起 居民自治小组的成立 得到了司法部门和专业律师的肯定 专业务部门还是有所不同 但是因为房屋的特殊性 所以可能是采取这种方式 更加有利于居民的 一个集体利益的表达 托一家物业 作为贷管 托管 那么可以动用各类维修事件 方方面的 物业管理上面的政策 都可以通过这些 为投业来处理 那么其他的 那个问题 就是由我们 选出来的居民代表 来处理 听到风动多年的房屋维修基金 终于有了合法使用的途径 居民代表 无不欢欣鼓舞 非常感谢 对吧 街道里面呢 从面能这样 精精精的给我们 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就是最主要什么 给我们维修基金解决 以前维修 因为没有维修基金 修所有的东西 都是居民自己筹备 自己去吃的 对吧 如果有一个好的物业公司 可能我全托出点钱 全托 你们带去做的 可能有个法律保障也好的 居民自治小组经过业委会的相关培训后 就可以作为居民代表签署协议了 他们可以委托专业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 也可以继续聘用猪经理 当然 这取决于谁能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 这次三所联动的参与 调停了由来已久的矛盾 包括老敏在内的许多居民 也陆续补交了拖欠的物业费 三所联动激活了风动多年的维修基金 寻根溯源 调解现场 解决小区居民充电扩容难题 东方110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2023年9月15日早上7点55分 正值周末的早高峰上班时间 这辆红色的SUV轿车 却横在了小区地库的出入口 见民警到场 女车主只能移走了车辆 但她对小区物业的火气却更大了 在制止女车主堵门行为的同时 民警也叫来物业负责人 想要问清冲突焦点 解决问题根本 民警了解到 业主与物业的冲突原因 表面上是因为物业没有放行装修工人 实际是因为业主的产权车位 一直无法安装充电桩引起 换作是谁可能都会有点激动 我付了这么高的物业费 这个物业费可能是别的小区的两倍三倍 但是到头来 车都没法充电 然后我装修工人要进去 因为这个小区是人车分离的 它就会把任何之前 所有的不满全部强调到物业身上 就导致了业主跟物业的一个对立 宝山公安分局 故村派出所的民警邓永和黄石利 来到小区实地踏勘情况 由于是新建小区 开发商已经考虑到了 新能源小轿车的充电需求 因此预留了180个充电桩端口 但是小区交付后 业主们却发现 只有26个公共充电桩可以充电 它的布线方式 有可能跟它们有点区别 那么还有呢 还有从总店 如果说要借过来 总的平台要借过来 那么它这个桥架 各个方面是不是做好了 是不是达到规范 那么这也有 还有考虑到那个区域的那个容量 也要说 如果说你这里放了6个表箱 或者9个表箱 它放里面没有那么多开关 那你拉过来也是百大 业主想要安装私人充电桩 必须向物业和电力部门申请 并且拿出符合安全要求的施工方案 这显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更棘手的是 一些装有公共充电桩的车位 已经被业主买走 这样一来 占车位 抢充电桩的矛盾 就更加突出了 原来报警人的产权车位上 暂时无法安装充电桩 于是只能停在其他业主的车位上 用公共充电桩充电 结果却被另一辆新能源车主 断掉了充电电源 两位业主互留了联系方式后 握手言和 可是民警知道 要彻底解决充电桩稀缺的问题 只有找到电力部门进行扩容 而三所联动机制 恰恰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就依托于三所联动 就像司法所和律所求助 如果有一些还是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可以通过三加N的平台 然后让更多的这些机构参与进来 为百姓解决问题 在宝山官分局雇村派出所的三所联动调节室 司法部门和专业律师指导小区居民提出书面的充电桩安装申请 而三加N调节体系再次发挥作用 电力部门的施工负责人也加入了三所联动 一同商讨详细的施工方案 争取汇集更多的业主 这个是人申请的是吧 申请的 长度五十米 那我跟你咨询一下 就是你这个五十米的这个线 这个费用是业主自己出的吗 还是就是怎么 这个不出的 这个不出的 两百多米的这个 有些因为它要够到费用的问题 对对对 电力部门按照国家规定 免费扩容了七处配电设施 一次就解决了六十三户业主的充电需求 如果后续还有居民提出申请 那么有关部门也会进行相应的审批 我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后呢 其实可以更快的我们把这个问题 大家做互相的一个这个报备 那么像派出所包括我们说 居委会这边也会派相应的 这个老师或者是这个警官到现场 来帮助我们共同上门去协调这个问题 看着期盼已久的充电扩容问题彻底解决 不少业主都主动上前向物业表示感谢 三所联动机制搭建起了多元沟通的平台 司法所的资深调解员和专业律师 既是居民们的好顾问 也是民警们的好老师 这不金山官分局封京派出所的青年民警们 就在向人民调解员朱永泉拜师学艺 奉京派出所和奉贤官分局星火派出所等多家单位的三所联动调解室 还请来了法官对调解协议进行确认 为便捷高效低成本的调解一锤定音 真正起到了定真止分的作用 矛盾纠纷是社会稳定的情语表 也是群众身边天大事 三所联动支撑起的多元化解机制 就是要把情理法说通说透 把矛盾纠纷发现在早 化解在小 在下一期的东方110特别节目中 三所联动机制还会深入企业商圈 为上海的繁荣稳定保驾护航